drie Cause 因爲我們是政務官 但是新聞局的確確 在這個主改的過程當中 是要一分為三 而且就是他就会在应该是年中的时候 就会这个垂席任好 在所有跟这个创业文化有关的广板店 广播出版电影音乐电视 通通都要到文化部 跟文建会合并组成叫文化部 他会成立两个司 一个是影视发展师 一个是出版方面的师 但是会成立专门一个局 叫做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局 这个局就主要是负责这些实际上的业务的推动 我们现在各个层面 他会在这一个局里面 但是在政策层面 比如说两岸的ECFA的对谈 或者是说政策层面的东西 他就会在那个师里面 所以将来其实机构是会变多 会有整合性 然后也会放在文化部的架构里面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电影这一块 应该是正面的帮助 因为它放的一个更宽广 而不是只是放在新闻区 虽然说其实在新闻区也是几十年了 也是几十年那其实几十年来各种我想我们新闻区对于电影层面的这个协助也做了大家的肯定 但是呢接下来可能就我刚刚讲 它要放在一个不只是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或者是政府从一个只是宣传或新闻的角度不是这样子的 它接下来是一个我们整个台湾文化 创业文化的一个这种呈现 那这个放在文化部我觉得这个就格局跟这个层面是更为宽广 而且在这个私根局的这种分配上面呢 其实是增加它的这个能力 而且把政策跟实际的推广做比较好的这个区隔 但是又在一个这个单位里面 所以其实是我想对我们整个电影的这个发展应该是可以期待有帮助的 不会这个这个其实是我们有我们有原来就构想到 当然因为去年在年初的编预算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票房会那么好 那鸡排其实是过年的时候那后来是五月才开始 那就是整个这个整个国变开始变得很红 那因此明年度就是这个票房奖励的这样子一部分呢 我们会争取行政院的第二预备军的方式 OK 然后当然要看我们在明年就在编预算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预算做更宽广的这个编列那样子 那尽量不要用这种去争取第二预备军 但如果真的又超过我们宁愿每年都超过 好不好 就是让我们来争取更多的这个就是这个经费来协助 但是对于已经编列的这个就是辅导金的部分 这个是不会产生排挤效应的 我觉得是辅导金已经 以我们现在国变的这种红的程度的话 以及做得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辅导金应该是每年要增加编列 现在一年大概是一千四五 不一亿四五千万这样子的一个额度 那事实上我觉得并不是就是说很够 因为台湾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就是文化的一种结合 它结合美国 日本 中国 与我们台湾本土 这样子的一种文化的这种以及历史的内涵文艺 所以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在很多华人 不同的层面的华人他都会有共鸣 那些年而言的话 在香港上市一个礼拜破六千万港币的这个票房 好像是历史的记录 那些年是一个台湾的高中生的一个这种恋爱的故事 可是他在香港或华人地区引起这么大的共鸣 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区域的 在哪一个领域的这个华人社会 其实大概都会有很多那种相互共鸣之处 那我们台湾又和其有限的 其实是呈现了这种各个层面的一种结合 所以我觉得台湾电影还是最主要要拍台湾 讲台湾以及呈现台湾 那当然可能有不同层面 有战争的实施的 有那种高中生谈恋爱 有那种奇幻的 有那种纪录片的 有那种音乐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觉得很可以期待 但是我今年印象最深刻 当然第一个是赛德克巴莱 这样子一个战争实施的这种电影 其实在台湾的这种就是这个果片历史上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呈现 然后其实感受到 不只是就是说它一种规模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整个历史的考据 以及这种真实感 最重要的过程当中感受到那种 跟过去台湾历史的一种连结 然后呢 这是在历史面 另外一个层面 我感觉到跟人的连结 跟人的连结 其实这个片子本身 已经我觉得超越了就是 单纯的一种好像战争历史的一种 那种好像这种呈现 它实际上已经去回到 已经进入到就是去述说一个人或部落 以及跟这个环境跟土地的这个关系 所以感受其实是蛮深刻的抱歉 那《阿拔》这部电影 那个其实我也觉得很大的利益 因为我们新闻局特别去包场 请了资深艺人去看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以为说就是洪一峰先生的一个 一个那种记录 那以及他跟他三个儿子之间的一个对话 透过这样的关系来呈现 到后来发现到 其实这里面充满了就是家庭 然后这个包容 以及就是说一起爱 所以那部片 这个到后来其实是 非常感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呈现跟结束 那有让人就是感觉到 超过我们原先预期啊 来看就是听洪一峰先生的歌啊 然后呢看他的这个生平传记啊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那这个是一个电影就是说 就是说呈现的方式 就超越近来的观众的这种期待 我觉得那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呈现 那他这个其实也是 那他这个其实也是 就是阅读音乐 然后那你讲的没错 喜欢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做一点 或者是去这个大家谈论 波罗格上谈论的餐厅去这个也是去这个拜访一下 那因此像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是喜欢听古典乐嘛 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对爵士乐很高的兴趣 所以我一度我家中的爵士乐CD大概破千张吧 那搬了几次加 现在大概是七八百张的 吃饭 然后因为我是巨蟹座 所以比较窄 听我的兴趣都知道比较窄 然后呢这个 所以家里面会跟家人啊 跟太太一起做菜 那样子 然后有的时候他做一半 我做一半 蛮有趣味 然后这个上一些小馆子 跟一些美食专家 美食家也一起会这个 像是竹正凡老师啊 还是吴文文啊 都经常跟他们一起去吃饭 那不过我现在讲的是 我来新闻局当以前 当然带小朋友出去玩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鼓励大家 家庭啊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 透过一起出游啊 那你去共同的建构这些出游的这个 这种记忆 跟这种愉快的经验的分享 那其实会增强了家庭之间的成员的 这种彼此的感情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 像我们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